你這上課大概前...就是上一次的課程提要 然後呢,因為你是上課錄影,所以我會放在教學論壇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加進 如果加進來,請各位注意一下 讓我知道一下你的名字 因為這個是沒有對外公開的 也就是外面的學員 網路學習者是不能加進來的 只有上課學員可以加進來 所以你讓我知道一下你是上課的同學 所以給我的名字 然後呢,我就幫你加進來 目前應該看起來 那有一半的同學 這邊有幾個同學 黃可真 有嗎? OK,那我把它打多,你就加進來 所以,我只要下課之後 我會把影片整理上傳到YouTube 然後弄成一個清單 那個清單的話,長得就類似像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加進來,你應該可以看到兩個 就是第一次上課跟第二次上課的連結 那比如說第二次上個禮拜的連結 你可以看到,我們總共會有八段影片 然後呢,清單就在下方 所以你就把這個清單點選之後 它就會跳到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清單 那你可以選擇全部播放 或者是你看你哪一段比較不熟 你就點著看 那有些你懂,你就跳著看也沒關係 那如果不懂,你就倒帶看嘛 反正你要重複看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樣學的方式 基本上可以確保說你一定是懂的 那如果你再不懂,你就說 老師,你講我還是不太懂 沒有,你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說你哪個地方不懂 那我也會馬上在底下回覆你 OK,類似像這樣啦 我覺得盡量確保 每個地方你是確定或是瞭解的 好,這個部分的話是教育論壇 然後再來的話,今天呢 我們繼續再來看那個 所以教育論壇裡面的話 這個禮拜我們主要是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 我們也是樣一幅的邏輯 多重邏輯判斷呢 把那個呢,連改成成成績 OK,其實還蠻好改 寫法,大概就差不多那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寫實在是不太熟悉的話 剛開始也許你會把它當範本吧 也許一重邏輯、兩重邏輯 多重邏輯還蠻常發現的 所以呢,一幅 如果後面的邏輯發生冒號 然後呢,做什麼事 然後第二個邏輯就加一個EL就可以了 EL IF,做什麼 第三個、第四個 一直往下做就OK了 然後呢,再來一個話就是 其實我提到VBA 因為其實兩者之間雖然說 在那個開發環境有差異 不過實際上概念基本上是相通的 也就是說呢 你想要做的事情 不管你在哪個平台 其實你都可以辦得到 甚至這些東西以前 我教Java的時候也寫過 或者說你在手機APP上面 其實也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說換個平台 所以 基本上的話 你學習程式 盡量還是靈活一些些 就不要說只是局限說 你會寫Python 那其他都不會 那當然 我是覺得會比較限制 那再來的話有關那個BMI 所以我們後來有做了一個BMI的練習 然後呢 也用了一個函數叫Format Format的話 那個比較 稍微難一點點 但是非常重要 因為呢 你將來你計算完的結果 一定會遇到 你要針對資料 比如做那個 渠道小數點的地起位置類的輸出格式 有點像以Sale裡面那個沒有格式化 那那個資料相對的 就看起來會比較 會比較混亂一些 因為你渠道小數點太多位數 所以那也不好理解 一般渠道小數點低位的話 那我們可以利用那個Format 那其他的話 那還有介紹那個證照考試 OK 那這個資料在圓端上也有 主要是 你如果假設客戶 你希望呢 多一些練習題的話 我覺得證照考試要練習題 還不錯 因為反正一類就實題嘛 你回去 我時間你把實題做一做 那最好是可以 自己可以把程式打一下 我是覺得學習程式的有一點 剛剛講第一個 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就BUG 第二個的話呢 除了要理解 要懂之外 一定要熟練 因為很多人 成就寫不出來 結果發現大任其實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不熟練 OK 不熟練你怎麼會寫得好 處處都是錯誤 OK 所以你熟練之後 你再隨便寫都對了 那剛開始你不熟練沒關係 你可以先拿範本來做一些修改 但是那個也是過程 OK 那再來的話呢 上個禮拜提到加總1到99 所以我們要寫了一個 1加到99的那個程式 OK 所以呢我們把那個 程式部分再講一下 首先的話呢 這個程式碼 會是在雲端百版 就是你們講義裡面其實也有 那講義可能你們自己來找一下 第三個單元 然後呢 我們寫了一個1加到99的程式 那首先當然呢 我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要1加到99的話 首先呢 我們會需要 那我需要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呢 就是有點像Ethere 你先輸入1 按Ctrl鍵 向下拉 它會自動加1 1234567到99 那當然我們是用一個上函數 可以把它加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 結果好像是4950吧 OK 但是如果同樣的事情 你要在Python裡面完成的話 當然第一個你需要一個清單 那個清單就是1到99 那我上禮拜講到 如果你要得到一個清單 是1到99的清單 那在Python 你就需要 你就馬上需要想到一個函數 叫做range OK 這個range的話呢 基本上 你跟它講說哪一個開頭 哪一個 哪一個 應該是 哪一個停下來的 不是結束 也就是說呢 如果1到99 那第二個數 第二個參數呢 那你需要輸入的是 輸入99的下一個 意思說停下來的地方 OK 所以這個可能會比較需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 其實體論上應該是直接給99最好吧 可是問題這個參數就是這樣 OK 所以你使用函數的時候 其實主要還是記規則 這個規則其實就是它設計好的 你沒辦法變動 除非你自己另外再寫一個 OK 好 那再來另外呢 豆點1 這個預設 豆點1是說 它中間相差多少 那1 下一個是2 可以相差1 OK 那這樣就可以產生一個清單 就是1到99 跟以色爾向下拉的道理是一模一樣的 清單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 豆點1 如果是固定 就是說它預設 所以這個是可以刪掉 不加也沒關係 不過可能這個地方你可以轉個彎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1到99 加完 其實跟99加到1 到底是一樣 所以我今天可不可以產生一個清單 是99到1 對不對 那也可以啊 顛倒一下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產生一個清單 是99到1的話 那你轉個彎 顛倒一下 所以三個數字當然要變動 第一個 開頭是99 如果我不要是1到99 那99到1 那第二個數字呢 豆點 如果我要是99到1的話 那第二個參數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到1嘛 所以下一個應該是0嘛 OK 然後第三個呢 豆點 特別注意哦 因為是越來越少 所以應該是多少 -1嘛 OK 好 這邊是-1 OK 它就會是99 然後-1嘛 -1就98 再-1就97 那-0 0就停下來 所以0不產生 不過0 0即便有 其實也不影響 因為加0 結果就會一樣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啦 OK 所以將來呢 這個range 會跟那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是4回圈搭配 其實機率還蠻高 所以你將來會看到很多城市裡面 會有一個4回圈 然後也會有一個range 那前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for i in 那i的話呢 是我們自己取的一個變數名稱 當然bd叫i 你叫a叫b 這是一個名稱 那in的意思是說 4回圈的意思是說 你在那個清單裡面 你循序的幫我把一個一個 帶到i裡面去的意思啦 OK 所以4回圈的去 4 i in那個清單裡面 意思是說一個一個幫我把資料 先一個一個放到哪裡呢 放到i 所以這個i裡面的詞 它會不斷變動 那變動的範圍就是隨著那個range的清單而改變 所以我們假設了 应该是1,然后下一个,等于是他跑进来之后,他会再弹回去,然后变2,再弹回去变3 所以他底下这一行叙述会不断不断的被执行,数量的话会跟清单的数量一致 所以总共的话就是1到9,所以他会总共执行几次呢?执行99次 所以这99次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把累加在一起 所以累加怎么累加?这个时候你要想,哇加,一定要有个地方放计算的结果嘛 所以怎么样把计算结果找个地方放,所以这个时候会需要一个变数 所以这个变数我前面讲过,在python不需要宣告,可是你需要给出始值 意思是你要先跟他讲说,我需要有一个变数,也许叫ANS好了 那记得啊,你在ANS你不能放在,一般习惯是什么? 可能你想说,老师那我干脆放这边就好了嘛 有没有,我要用的时候,然后我新增一个,然后我再把它累加 可是问题来了,他会怎么,你累了他执行的话 上一半就有同学跑来问说,资金结果会怎么样?变99,有没有发现? 那为什么变99? 到底很远吗?因为他i等于1的时候,他累加存在ANS里面 那ANS应该是1,对不对? 可是他弹回去之后,下一个之后,他又遇到ANS等于0 所以他被清掉了嘛 那再来,0再加2,那变2 可是弹回来之后,他又归0 所以他永远都从0开始 所以,放个位置,不能放里面 你只能放哪里呢? 这一般习惯 所以像我有时候,我也懒得去想那么多 所以我的习惯就干脆放4上面就好了 那有些地方说,正常你写习惯之后 慢慢你也不太会去想,为什么要这样写 那有时候突然人家问我,为什么这样? 那有时候人家突然问问公神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写? 他突然回答说,不就是这样? 因为他也写习惯了,他也就变成说 我反正就这样固定,就好了 一定不会出错的方法 所以未来,假设想要写得很顺 反正就是,去一些比较固定的 那你也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这样比较简单 因为我发现现在人也很忙嘛,懒人嘛 所以尽量也不要把事情那么复杂 所以像我个人也是一样,很简单 遇到什么事情,有固定的SOP 然后有固定的地方可以参考 赶快把事情做完就好了 剩下还有,才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嘛 OK,现在人不是说只有工作嘛 但我觉得我们上一代人比较会 就是全心注意在工作里 我发现我们这一辈慢慢比较没有 不是,工作只是一部分 所以你要怎么样可以把你从工作里面抽离出来 OK,你要想一个办法 那学习程式,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良方 他可以快速帮你把事情做完了 那你才会有时间哦 所以,使用程式的逻辑思维,如果你有的话 相对的,你会比较找对的方式去有效率的工作 而比较不会去选择用图法炼钢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OK,那 副回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电脑里面最厉害就是回圈啦 因为人最讨厌重复不断每天一直做一样的事情 而且不断一直做 但是呢,电脑就是他的专长 你叫他做一百万次一千万次一亿次哦 他也完全不吭声嘛 而且马上做完了 这一点我觉得到底是值得去可以想想看 所以哦 甚至电脑还可以做到时间到自己做 像闹钟一样,多久做一次 所以你其实设定好之后 那其他事情就交给大家就好了 OK,所以第一个 那底下的话怎么累加呢? 这个注意哦 如果你要累加的话 我们前面有个计算嘛 所以呢,把ANS加上那个I ANS预设值是0嘛 0加上1的话 那再把它存到 所以他这个 后面这一行的程式 他基本上会去执行先执行后面 再把后面计算结果 把它存到前面去 所以其实特别注意哦 这个等号 你们的理解啊,对不对 不要像以前数学一样 他这个等号 理论上是把后面计算结果存到前面去的意思 OK,就存在前面 所以 假设I等于1的时候 那ANS等于0 那0加1等于1 所以这里面是1嘛 然后他就弹回去 弹回到4回圈 所以接下来清单就跳2了 所以I等于2的话呢 那当然 这个是1嘛 1加上2那等于3 又存在前面 AS等于3 有没有 然后他再来 换 再3 再4 再5 就是把 所有的资料 全部把它计算完了 那计算完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把它print OK 所以底下的话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print的时候也非常重要 我们理论上按Enter 它会有一个缩牌 所以假设说你这个地方 把print放在缩牌里面 跟放在缩牌外面 结果呢 应该如果你们回去打程式 应该就知道 完全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有缩牌 你执行结果呢 它就会怎么样 累加完之后 直接执行这一行 所以会得到这样 有没有 加总 底下应该也会出现 99次啦 为什么 因为它只要跑一次 它就print了一次 然后再 有些一嘛 再来就 所以这边也会出现在 Ans目前里面的持 不过这也是一种 学习的方法 OK 那你最大的差别是说 如果你有缩牌 那它的意思是说呢 它会再放回圈 也跟着再被执行 OK 所以有没有缩牌 结果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像以前Java或C++ 它有大刮牌 你就知道 刮牌里面跟刮牌外面 但是呢 Python没有刮牌 所以你要怎么界定说 它是在某一个程序里面跟外面 最大的地方就是用缩牌 所以特别是说 那假如我把它放在缩牌的外面 OK 你会发现它意思是说 我把它累加完之后 再借由Princher 帮我把这个Ans里面的结果 把它Princher出来的意思 OK 所以特别注意 它最后应该只会做一次而已 不会做99次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很重要 也蛮常出现的错误 所以执行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像这样子 加总冒号才对 OK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 加总冒号 这个是一个文字 所以文字 如果你中间加一个加号的话 这个叫串接 也是文字跟文字要串在一起 所以后面一定也要是文字 所以特别注意 然后上次有同学来问 为什么要加这个Strip 这个STR 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结果的4950 本来它是4950 但是你4950是一个数字 那它是一个文字 文字跟数字 没有办法加在一起 所以这个STR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把4950 变成4950的文字 才有办法串接 OK 所以你假设要串在一起 两边一定要是同样的资料形态 OK 你前面不 那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NS 数字前面也变 因为文字不可能变数字 文字就是文字 因为它没有办法转数字 所以你只能够两边都转成文字 OK 所以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 我想你应该写这个程式 应该会写得还蛮顺畅的 OK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那后面的话 其实会有一个变化题 如果说今天我想要换一个 如果我希望把奇数跟偶数分别加总的话 比如1到99里面的奇数累加 那就13579 OK 大概99 那偶数的话 那24680到98 如果我想要分别累加的话 那这个程式应该如何做修改 OK 甚至你未来也可以什么 3的倍数 累加 5的倍数 累加 有没有 这考试最喜欢考这种东西的 那其实应该不难理解吧 但是跟各位讲 写的方法绝对不是只有一种答案 很多种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做修改 其实有几个方法 如果你用逻辑判断 也可以啊 如果这个I的词 它能够被 比如说被二整除好了 如果能够被什么什么 二整除的话 那表示它应该是偶数 对吧 那怎么知道能不能被二整除 被二整除的话 前面有个运算是 前面好像讲过 这个百分比符号 这个百分比符号是求余数嘛 余数为零 那就整除啦 那为一的话呢 所以啊 如果为零 那表示是偶数 你把逻辑 如果的部分 那你就是 整除的部分就是奇数累加 那反之呢 那就奇数累加 要不然奇数跟偶数分开累加 可以吧 另外第二个部分 其实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可以做 有没有 如果呢 这个从一开始 可以把这个数值改成二嘛 对 一 那下一个 间隔二嘛 那就一三五七九 刚好到九十九停下来 那如果 可是问题你要做两次 两个回圈 分别做 为什么 因为一个从一开始 那一个从二开始 有没有 二然后间隔 二四六八十 那一样到一百 一百停下来 又九十八 到下一个就一百 一百就不累加 也不 也可以 但是这种写法的话 又你要写两个回圈 那其实看起来 城市差不多 一样 其实两个方法 其实都差不多了 所以也许 你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可以自己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 你应该 就比较 试试看好了 我刚刚有两个方法 那这两个方法 我印象中 我云安上其实 也有放 不过我建议啦 尽可能还是活学活用 那方法一 各位可以看到 讲义里面应该有 方法一就是 就是 那个 刚刚讲的就是 能不能被一 不是 奇数有数的话 能不能被二整除 能不能被二整除 意思就是 除以二之后的余数为多少 OK 那当然 就是用逻辑来 帮它做 区分 如果 余数为1 那就奇数 余数为0 那就是偶数 那就分别累加 就是分别累加 所以如果分别累加 那就需要两个变数 有没有 所以ns 我这边就是nsa nsb a的话就奇数 b的话就偶数 这样OK 有没有 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 还有方法二 方法二的话 这我刚刚讲的 就变跑两个回圈 一个回圈的话呢 是 13579 OK 就奇数的 然后一个是24680 然后最后再分别print出去 这样也OK 那至于哪一个 比较简单 其实我跟各位讲 你自己觉得 最好记的那就最好 因为每个人的脑袋结构都不同 有没有 我发现每个人想到的答案都不同 然后如果说老师 我还想到第三个更厉害的 OK 没关系 你如果想到有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都没关系 像我以前写程式的习惯是 我写完第一个 我一定会有第二个 写完第二个 一定会想第三个 为什么 因为我要想哪一个方法 最简单 OK 然后 然后 我自己个人逻辑 看哪一个程式最短 好像写的第一个太长了 我写第二个好像比较短一点 那我就用这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短 但是他那个逻辑太绕了 就是我自己脑袋还要绕很多圈 我才能够理解 那这个也不见得是好 我反而写长一点 为什么 因为 比较直觉 所以我个人写的 程式的习惯是第一个 程式比较直觉、好记 第二个 比较简短 这个是提供的一个参考 你们想想看哪一个比较 比较好记 OK 两个方法 那 这个的话 在云端白板上面都有 所以你们可以找一下 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三个单元 或者你的讲义里面应该也有啦 只是第几页你们可能就是翻一下 应该第三个单元 好 试试看 那 这个的话两个方法 OK 计算机偶数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这个做完之后 再来提升难度更高一些些 不突然好像跳一点太高 因为要做九二整法表 九二整法表的话呢 就是说 需要前面的数字 前面好像是什么 背乘数 后面是乘数 然后把两个相乘就是G 把它输出 然后中间的话呢 就是加上那个 这个 TAB TAB符号 就是 那个按TAB键 那个TAB OK 让它中间有TAB 不是四个空白 是一个TAB OK 那这个例外当然呢 你要怎么 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一个九二整法表 然后另外的话呢 最好程式 大概一样 越简短越好 不过你要看做出来的程式并不多 其实大概原则上 写完好像只有四行 这个是参考答案 所以最后得到的结果就类似这一个 如果用format更简单 所以你们待会可以试试看 就是Judson网表 如果你想要做出来 就类似这样 这个是最后的答案 最后我要看到的结果就类似这样 其实程式就只有四行 两个回圈加上format 就可以把Judson网表给写出来了 至于怎么做 我们待会再看 如果你想说 那这要干嘛 因为其实很简单 其实这两个form回圈 基本上就代表 以色尔里面不是有蓝跟列吗 你要蓝跟列处理的话 通常还是要两个回圈的应用 有没有 一个处理蓝 一个处理列 那这样子就可以把一个表格资料输出去 其实概念差不多 只是说你可能要转个弯 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 所以第一个老秦会先把那个 刚刚1加到99这个 先OK的 第二个的话呢 试着把它改成 G偶数分别加总输出 OK 有两个方法 你们自己试试看哪个方法比较简单 那如果这个做完之后呢 再想想看 那个九者存法表的练习题 待会我们再来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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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